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了钢琴演奏家陈瑞斌 瑞斌你好 视频大哥你好 提到陈瑞斌 当然大家好无疑问 都会竖起大拇指说 那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可是迈向钢琴演奏家这条路 很多人也很好奇 因为陈瑞斌是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到了欧洲 你十几岁去的 十三 而且我后来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 记得你在当时的演奏会之前 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 电话连线的时候 你也讲了 因为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独立 那个独立就是要靠自己工作 然后参加各种的演出 所以对你来说的话 出国这件事情不只是一种象征 所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而是根本就代表你自己人生的成长 可以这样说吗 很多都是我在预期之外 那个因为出国对来讲太遥远了 然后其实是蛮恐惧的 因为我其实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出国 而且就是到我没有坐过飞机 所以一下子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彷徨 所以最近回想起来就是 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 我一路走来就是 是有碰到挫折 但也不少 但是就是都有机会可以克服它 所以到今天我可以继续可以在几道州这样的巡演 现在回想 当时十几岁的一个小孩 往欧洲去试探一个未来可能的人生生涯 这个新的领域的时候 现在回想了 当时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念 你会想象到未来的景象就是现在这样吗 能够在各大洲不断的作询 你能想象吗 当时是有有曾经有叫做做白日梦 就是有这样的企图跟梦想 因为怎么说 我是是蛮喜欢艺术的蛮喜欢音乐 那其实当当时出国的时候 我们家人双亲是其中还有一位是反对的 那既然我出去 我既然在欧洲那么远的地方 我想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又跟音乐这么有直接的音乐 所以是有这样的期待 希望哪一天可以在台上 然后把最美妙的音乐可以表现给 除了台湾以外地区 所有各同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爱乐者 你去奥地区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好未来走的方向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同样是演奏家 钢琴演奏家 他应该也有不同的脉络 对不对 每一个人会选择走哪一个脉络 这个是在你去之前就已经设定好的吗 还是说其实是到那边以后边走边看 才人生才慢慢的 既然走到大家会说是 已故的俄罗斯大师 贝尔曼的唯一的亚裔的地址 就这些线索是慢慢去摸索的 还是其实去之前就已经大概锁定了方向 因为我想我出国的时候13岁 我想13岁我以我的知识 还有我又不会讲德语 然后欧洲对我讲泰语 而且再来说我第一次坐飞机 我坐到欧洲去 所以我根本不是设想 也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去想起这件事情 但我离我家人的设想 是我完全改变我家人设想了 因为我家人是要我去念个文品 然后完了之后 我父亲是老师 所以像他一样这样 回到台湾来设我的 这是他们的设想 这也是他们当初 要把我送出国的一个动机 那到那边之后 慢慢慢慢的 我有我自己的设想 可能我也没跟他们讨论过 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然后也不知道从何讨论 然后写个信也写不完 那太累了 然后写个信 来回就要两个月 当时也不是 当时还是用信的阶段 航空信的阶段 所以包括我开始要参赛 国际性参赛比赛 也是后来我跟主秀老师的一个想法 跟商量完全 其实我家人从我 从我出国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九月 我不知道哪一天 九月八号搭了飞机 我记得非常清楚 九月八号搭下游飞机的 所以我搭SS 我没有直飞 我坐了24小时 转到北欧 然后再走 走20小时 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我出国的前一 13岁的小孩 在飞机场上 我有跟我父亲通过一次电话 其实那时候 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那我父亲有问过 我说你还坚持要不要飞这一趟 OK 但是因为我想 我已经来到机场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我就飞吧 我就飞飞看了 是这样 那我没想到 我一飞出去的时候 就好像脱离他们 他们有点失控 他们也没有预计之道 因为我去了欧洲之后 就整个状况 我就没有机会 再跟我在人去沟通了 完全都是在我自己的 13岁 在我自己的 在我自己的 边 我很后知后觉的 边走 边看 但是可能也是后知后觉 所以我到今天 还是一直在弹钢琴吧 充满了 充满了一种 我觉得你生命里面 充满了一种 很纯真的 非常纯真的热情 这个是 你晓得到了一个阶段以后 有了名声 有了人生的资历以后 还能有这样子的特质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 在欧洲 在奥地利 你什么时候开始 越来越明显的知道 自己会成为一辈子的 钢琴的演奏家 我从来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从来不知道 我说过 那个叫白日梦 那个是在做梦而已 可是 但是事实上 在实际上 我不敢有这种设想 我只是 因为我既 说实在的 我们也 台湾的艺术家 真的很辛苦 在海外的时候 很多都是靠自己的摸索 然后再加上我的父母亲 他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个指引 因为我知道 现在 我们下一代 下一代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们 其实到现在 都还是接受父母亲 很多周遭朋友 很多不同的 不同 不同单位 不同人士的指引 但是实际上 我一直没有 人生走这条路 到现在 其实真的没有一个人 给我一个指引 真的没有 包括我 要演出 包括我 如何怎么去 跟 演出单位打交道 或者是 要去 跟指挥练习 什么 这些 因为 再怎么样 这欧洲 尤其是 老师们 他大概只管理弹钢琴而已 他其实也 没有 有那么多的 热情 说 还去 去照顾 学生 我懂 这么多 指引这么多 所以其实真的没有 因为你的家人在台湾 那我家人也 对 对 我说完全 完全是隔离的 所以 真的没有人给我指引 这些都是我 一路一路靠着 我去比赛 然后我得奖 然后我慢慢跟着单位接触 我才知道 原来我踏进这个圈子 我踏进这个社会 我踏进这个社会 他这些的经验 是这样 很难想象 各位听到的 钢琴演出家陈瑞宾 刚才这样子 回顾他自己在13岁 不到14岁的年纪 到了奥地利 然后这样一路走来 可是我们从 他的人生生涯来看的话 他在16岁 就在意大利的 拉赫马尼诺夫的 这个国际钢琴大赛 展露头角 16岁 他距离他到 奥地利的时间 也不过差不多 就在两年多 到三年之后 马上回来 我们访问的是钢琴演奏家陈瑞宾 我好奇 钢琴在什么时候 就掳获了你自己内在的 这种想要表演 想要投入的那一个兴趣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会是钢琴 为什么它不会是小提琴 不会是其他的部分 为什么是钢琴 是这样子 因为钢琴是 在我出生的时候 就有一台琴 那个不是我要接触业绩 真的 如果嘉宇那时候 是放的是小提琴的话 说不定就小提琴了吗 是这样吗 小提琴还有投资价值 还有一个收藏 那个 我就知道 我就比起钢琴来说了 所以我们家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都从事音乐工作 然后都是从钢琴起家 因为就是 有一台琴已经在那儿 是这样 所以就从钢琴 对 其实我也很喜欢小提琴 我也学过 我自己也学过一点 这种弦乐器 然后 不过 接触音乐到现阶段 我还是真的觉得 钢琴是 很多乐器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讲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 实在是 还是有很多乐器 没法完全取代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对音乐当然是没办法了 没有这个机会 也去学 也没有机会 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天赋 可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我在新宿高中念书 我们那时候 学校有一个特色 就是当时这个老校长 叫辛志平 他中午都不让我们 给我们自由活动了 所以我那时候 常常我们学校 有一个大礼堂 那天已经是被 列为古迹了 他放一台钢琴 然后就有很多 会弹钢琴人 就轮流到中午当面 去练琴 我那时候常常 自己带个便当 跟我的同学 就站在大礼堂的后面 我们就一边吃便当 一边听台上的同学 他们自己来练钢琴 然后练了练子以后 我们就在那边发呆 听他们这样 我从那时候开始 就觉得钢琴 是一个多么优美的乐器 因为它在整个 大礼堂里面 那个声音会回荡出来 我当然都不记得 他们弹什么曲子了 可是那个感觉 就让我知道说 钢琴的优美 原来是可以在一个 年轻的十七 十六七岁的 一个高中生的心目中 在大礼堂里面 这样不断的回荡 那是一个 很特别的画面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那样子感觉跟画面 所以我刚才 那么好奇的 想要请教你 为什么是钢琴 那这样的一路走来 当然你用 很幽默的方式 回答我了 所以你们家里 就放一台钢琴了 不过你讲到重点了 要声音回荡 大概主要还是 钢琴有办法 帮我做得到 你其他乐器要回荡 这样用这个词 OK两个字 回荡的话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钢琴有一个 很难很难做得到的地方 就是像小提琴的话 一个声音 它可以 弓拉来拉去 它可以不用断的 但是钢琴是一种 打击乐器 对刚才讲 如歌的弹法 但是那是很困难 因为那个钢琴会 敲下去的时候 声音是有一定的时间 它就会灭掉 我懂 所以钢琴真的 这个在我们来讲 如歌的形板 这种概念 是很难形成的钢琴 在指头上来讲 这个是技术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是在别的乐器上 你别的乐器上 你靠换气 换气可以 但小提琴根本不用换气了 小提琴就一弓 一拉 几个弓 一直拉 但是钢琴是不容易 好 你在钢琴的演奏 这条路上 大家都会说 你跟已故的俄罗斯钢琴大师 贝尔曼的这个缘分 这是一段什么样的 生命的历程 我也不是刻意了 但是能够当上她的弟子 是我出乎意料之外的 因为根据wikipedia 他上面写了 包括我只有五个学生而已 在那里走 他不喜欢说学生吗 他是演奏家 他们都不说学生的 对 只是后来 不知道什么音源 我其实没有真的问过他 为什么他要说学生 但是我既然成了他的学生 我是觉得非常骄傲 因为 你说他现在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样一种 我们常说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也 看到什么 看到我崇拜的舞台上 了不起的传奇的大师 可以作为他的弟子 就是这样子 那种传承就是 我想这么多这么多 全世界这么多这么多弹钢琴的人 能够做到他 然后这几个弟子 其中一个 像他们这种大师级的演奏家 他如果传授学生 教学生的话 他真的就是那种 盯得很紧的吗 还是说其实他就完全放你自由 只在关键的时刻点一下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我发现是这样子了 他 你要他定很紧的那些学生 他是不收的 我知道有几个人求 有一些人透过关系求他 那么说 但是 我以为他 但其实我当初去跟他 拜学的时候 我已经是很多比赛得得奖者了 国际比赛得奖者 但是 我以为他会 就是点我 然后去给我讲一些概念 但不是 因为说实际上 门关起来的时候 他是 他是我这辈子碰过最严厉的 然后到最后 所以严厉是谁啊 他会 严厉就是 盯到那么紧 真的 我每次去上他课的时候 我很紧张 然后 我要拼命拼命的练 然后呢 等他上完课呢 出来的时候 两只手都 痛得要死了 真的痛到不行 是这样子的 所以 那种心情上是 不是只有心情 包括那个 就是那个 身体 负担都很大 就是他对 对我要求 因为他人高马大呀 OK 然后 他对我的要求 就是要 做得跟他一样好 那超越他的话 他当然他 他没话说 但是 要做到 其实 以我个人的看法 他大概堪称这 一百年来了 一百年 可能三个 我所看过 不管录音的 三个技术 最巅峰的其中一个 另外两个谁呢 另外两个 你会评价谁呢 我是说技术 所谓技术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当然有包括艺术 有 我是说 就在演奏的技巧上 光技巧 他已经有办法到那个程度了 那他在这种程度的时候呢 他要求我 做到跟他一样好 那你说 那个 我的压力 我要在一百年里面要装的 所以 是这样子的 通常像艺术这种东西 我的意义就是说 他真的能够传授吗 你晓得 我的意义就是说 因为他 他真的天使到天分 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气质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回头来看的话 这个贝尔曼大师 他对你的这种真正的教导 到最后是一种 真正技术上的一种 关键上的典礼 使得你在技巧上 可以很大突破 还是说 其实是一种 我说不上来 我觉得那是一种什么样子 一个老师传递的某种讯息 他不只是一种知识上的部分 他一定也有一些部分 是一种态度 一种信念 一种感情 这都有 都有 还有包括文化 包括传承 但是最重要 这个就好像那个 这个就好像少林武功一样子 一个什么学派 这样子 然后他那个学派就是 教出来的 然后他是电风者 然后他把他的secret 就是传授给你 就是这样子 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你在拜在这个俄罗斯 钢琴大师贝尔曼门下的时候 那个之前那段时间 你已经得了很多 国际的一些奖项了 参加国际的这些奖项 是一个职业的演奏家 要成名 或者是要迈向职场 专业演奏之前的 必备的这些绩效吗 是你敲门砖吗 是要成为一个职业的演奏家 一定要有这些经历 才会让你被大家注意到吗 我只是很好奇 是这样吗 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自己敲门砖的话 那么就没有什么 你要没有博乐 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后台 没有人support的话 那这就是唯一条路了 我懂了 就靠比赛 我在当初那个环境是这样 所以我是 那你所谓现在 台面上看到的 没有比赛出名的 那个就不是自己敲门砖了 那个绝对就是因为 都是旁人帮忙的 旁边帮忙的 他可以不用 透过所谓的这些程序 就是 他就直接越过了 你十六岁的时候 就去参加了国际的大赛 在上场的时候 那时候的 你还能不能够记得 那当时上场的心情 跟现在已经是在各州 这样不断巡演的心情 差很多 会紧张吗 十六岁算是 那个大赛里最年轻的人吗 是啊 因为一般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那时候让我参赛 一般比赛是要规定18 说的也是 你看起来也不像超龄 你并没有看起来 像起来很超龄的人 我那时候很超龄 真的 我谢谢你 谢谢你的赞典 真的吗 你那时候很超龄 我那时候去了 人家以为我当完兵了 真的 我十三岁去了 我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十六岁的手指 跟你现在经过了 人生的历练 各州这样不断巡演 那个手指 那个力道应该是 很不一样的吧 但是我能够弹得最快 我可能十六岁的时候 弹得比现在还快 我现在有办法做到 全怕哨状 我们讲 你刚刚讲的武功的一样 那个道理 全怕哨状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 我只 我心里面 一心一意 只想说我上去 我就要展技术 就是要展现我的技术 但我现在上台的时候 我的思考不是只有 这么单纯而已 我懂 你看 对 但是所以你说 光的真的 纯笔 纯笔技术 纯笔 这个 所谓的功力 有很多种功力 我说也不一样的学派 那我们统称来 跟教育 做一种学派 但是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有办法做到 好 但是做一个职业的演奏家 我想很多朋友 如果去在现场 聆听陈瑞斌的 钢琴演奏的话 你一定会 会非常的 沉浸在 第一个 他的技巧 当然是没有话说了 但更重要的是 他诠释音乐的 那个能力 这个部分 可能就他刚才 陈瑞斌讲的 16岁的他 也许还没有办法 但是现在的他 怎么看待 诠释音乐 这一个部分呢 马上回来 帕古大国民 请听蔡师平 欢迎回到 帕古大国民 我终于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能够面对面的 访问到 钢琴演奏家 陈瑞斌了 对我来讲 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我也非常希望了 透过这个专访 让所有的朋友 喜欢音乐的 你可以喜欢 陈瑞斌的 钢琴家的技巧 跟气质 那你对音乐 还不是那么 特别了解的 没关系 你可以透过他 来了解一个 13 不到14岁的孩子 就到了奥地利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一直在闯荡 他的钢琴演奏的生涯 那这个 其实是非常励志的 非常励志的 可以让很多朋友 在这边 可以知道 人生的 不断的往前走 终究你是可以 像刚才 陈瑞斌老师所说的 他也许是白日梦吧 可他就把这个白日梦 变成他人生的 一个志业了 好 回来 我们继续来 跟陈瑞斌老师聊 刚才我们有聊到 16岁的时候 你刚刚有讲过 你的执法 可能会比 后来的你 快很多 可是问题是 你刚才也讲到 一个关键 我们在诠释 一个音乐的时候 这是为什么说 同样是 两三个 不同的钢琴家 同样演奏一个曲目 可是大家会 从这个 不同的演奏里面 会说 每个人诠释的方式 不一样 有人喜欢 A的诠释 有人喜欢 B的诠释 那诠释这一块 你会怎么样来解释 因为我相信 你现在有这么 丰富的演奏经验以后 你一定能够 来帮助我们了解 一个钢琴家 同样的 谱就在那里 尤其是钢琴读咒 就是一个谱就在那 那我怎么去诠释它 诠释到 跟其他的人 就是不一样 这个唯妙之处 在哪里 那一个谱 到你手上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子 去判断 你用什么方法 来切入它 有时候就是 好像时间到了 我就弹得出来了 就这样 就这样子吗 你在正式演出 时间 时间还没到 我不一定能够 你说时间到 可能谈出来 但是我就说 在超越一段时间 我就会弹出以前 又更不一样的东西 那其实这个 我要强调说 其实这跟 这好像跟你 演出经验多寡 或是跟你的演出场次多少 没有 真的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并不是说你的场次越丰富 没有 演出的越多 场次的演出丰富 只是在于说 你上台怎么去 克服你的情绪 安定而已 就这样而已 其实 这个弹奏音乐 跟你在场是一个 下面做一个人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不知道 做一个 做两千个 做两万个 没有差别 那个 而且对我来讲 只要麦克风好的话 就算做 对 弹给一个人听 跟弹给二十万个人听 我还是一样的弹法 心情是一样 但是有一个不一样 就说 所以这就是 可能应征就说 这个不是跟你的 演出经验 有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 什么因素决定了 你在诠释 这个音乐的时候 是成功的 或者是稍微比较不成功的 什么因素 您指的是艺术上的 对 艺术上的内容 是不是 艺术上的内容 得到 你超越了 得到世人的赞叹 肯定跟你的 应该跟你的 人生的过程 我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我的好奇是说 比方说 你有没有可能 因为在纽约 当时的某一种心情之下 你在诠释这个曲目 结果隔着五六年之后 你在台北 面对自己故乡的 这些听众 因为两个地方的场地不同 你的年岁也有一段不同 可同样的曲目的时候 你的心境 当时的心境 会影响你在诠释 他的那时候的表现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会会会 但是绝对不是 不是地点 不是音乐厅 那个有了 音乐厅的音响 大概加高水平的听众 我想大概只占10%而已 90% 你刚刚说了五六年 但是你假如隔了五六天 那没差 五六年 现场的反应 观众的反应 你会做一个演奏 职业的演奏家 会感受得到吗 你会受到他们的 不能讲影响 会受到他们的 不断的诱惑 而让自己越来越 比如说他们越投入 回应的越热情 你的曲目的诠释 就越会澎湃 越会更引爆进去 会不会 不会 不会吗 对我不会 对我来讲不会 但是观众只要他 不要构成所谓干扰 所谓干扰就是让我 您讲的 我正要澎湃的时候 他突然来给我一个干扰 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我相信高水准的听众 是不会的 不会有这种刻意的干扰 我现在只是讲的是一种热情 比如说 为什么这样我讲 因为我自己做过舞台剧 我自己在舞台剧上的 舞台上的时候 我自己会注意到 观众的氛围会 有时候会 会微妙的传听到台上来 比如说他们 对 对不对 那种台上来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会 我们常常讲会人来风 就会 你会觉得 整个就嗨起来了 比方说有时候 我们看一个钢琴演奏家 在上面表演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他下半场的时候 看起来他 有嗨起来 这个演奏者比上半场的 冷静或冷漠 他有嗨起来 那嗨起来不完全是曲目的关系 而是现场的氛围 我知道这样 是这样子 唯一的差别是 因为舞台剧 它有办法面对观众 它可以跟观众 它可以看得到观众的一个 因为你在台上的演出 观众得到的feedback 你可以感受得到 你看得到的是你看得到呀 但是 躺钢琴是 比起所有乐器 躺钢琴真的是最吃亏的 因为我们是 小提琴又是面对的 是啊 你吹的也可以 唱的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就是躺钢琴的不行 还有跟指挥 那当然 但是因为 指挥因为他乐团太大声 他根本就不用去那个 所以那个 所以钢琴就是 完全是 好像也有点 你要强调说 真的要跟听众有关系 那就要靠第六感 但是实际上 我们比较high的 主要还是 这个作品带给你 它能让你high到什么程度 它能 它的情绪可以带动 什么程度 那当然 这个就是 艺术家的差别 有的艺术家 同样一个东西 他可以把情绪 拉出来 拉出来 他拉出来 观众听 不只听他看 他会跟着走进去 但是 有的艺术家 他就比较 怎么讲 他就比较交代式的 演奏 那 那可能就有 文字上就诠释 就说 他这个叫理性的演奏 等等等等 那就是看他 这种演奏的风格 观众他 喜不喜欢 你是那种 每次经过一次 演奏会结束的时候 都有一种虚脱感的 演奏家吗 对 我大概是回到台北 演奏的时候 我大概是敬我 不过这个 还好我们是强势 真的是 所以到这边的时候 我每次 到台北演完的时候 就好像一种 那不一样心境 可是你晓得 我们去看你表演的人 也许可以替你回答 这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了 自己 是 很熟悉的 很渴望的一个 台湾自己的演奏家 回来了 你晓得 我觉得那个感情 还是不一样 我们看国外来的 可能把他当明星 可是我们看自己 台湾人在海外 成名的这些演奏家 回到台湾来 我们不只是看 他是明星 会把他看成是 我们的自家人回来了 我觉得那个感觉 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你同样的 你也一定会感觉到 这个感觉 所以就会出现 你刚刚讲的 有时候回到台北来演奏 反而最虚拖 好 我们访问的是 钢琴家陈瑞斌 今天非常开心 访问到钢琴家陈瑞斌 我最后要问你的 在这一段 我们来聊聊看 你会多久 试着去 在你的演奏里面 曲目的更换 你常常更换曲目 在不同的地方 演奏就更换曲目吗 还是说 有一些曲目 你会试着去挑战它 它也许不是你的 生命里面的最爱 可是你会试着 在不同的年龄层以后 慢慢去试探一些 新的演奏的对象 你会吗 都会了 都会 但是要挑战一个曲目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隔起门来 大概几个月半年了 我希望 很专注 这样才 我才有办法抓得到说 我 因为挑战一个东西 我知道它有一定的困难度 所以我比较有这个把握 能够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 一个时间内 我好奇的问 你会受到前辈的演奏家 演奏同样的曲目 或者是同辈的 这些演奏家 演奏同样的曲目的干扰吗 我所谓干扰是用 加个引号 意思就是说 你会去看他们的演 听他们的演奏 或看他们的演出的 这些DVD吗 然后来找出说 自己跟他们要不一样的地方 你会刻意的这样做吗 还是说 你根本不管别人 你只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诠释 我一直认为 艺术这个东西 现在 尤其这二十年 三十年 我觉得 那种艺术突然是越来越流失了 所以 其实真的是 四五十年前 或是更早期 这些 那个时代 酝酿出太多太多太多 伟大的艺术家了 也不是只有音乐 太多太多 那到了我们现阶段 这个时代 要追管真的是有困难度 真的是有很大困难 我觉得 就是说只有光艺术本身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真的是 你所谓的什么商业promotion的 什么东西 这个几乎不存在的 他们只是以好的艺术 去博得观众的认同 就这么简单 但现在的几乎是倒过来的 所以你现在光艺术本身 所以你说我都不去 有时候真的 有很多不一样的 我不管说是艺术了 我走进博物馆也好 我去看画什么 我都是用惊叹的表情 所以说我甚至说 我在欧洲的时候 我只要经历去 哪个城市 我再去看第二次 再看第三次 那些房子 那些建筑物 就是那几百年 我都还是很惊讶的表情 因为那个东西 你根本是在 你很多地方 你在大城市在纽约 你不一定看得到 所以确实有很多 留下很珍贵的东西 但是那些珍贵的东西 对我来讲是一种养分而已 我不会受到他们干扰 那只叫做养分 到最后上台的时候 是用我的认知 是用我对艺术的一种判断 还有我的可能固执吧 都有 然后把它演示出来 我跟我的老师学习 但是其实我的演奏风格 跟我老师 有很多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即便是同样一首曲子 我老师 我后来看他 不管是他教学 或者是他的录音 很多时候他是 他比我还严谨 他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 他们在俄罗斯那个时代 是非常非常严厉 所以他教我的时候很严厉 但是当 我给他受讯的时候 他年纪也已经六十多岁了 所以我现在都还 也没有那种年龄 所以当我从那个时候 学习到现在的 这个从十几二十岁 我跟他学了 到现在那也是 反正我觉得现在我还有 我还离六十九岁了一大段去 所以就是说 整个 还有再包括说 我说过这一百年年 有这么多伟大的艺术家 都真的是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养分 作为一个演奏家 特别是在钢琴这个领域里面 他通常他的演奏的寿命 大概可以拉到多大 是这样子 我觉得只要你在台上 观众喜欢你 你弹 观众喜欢你的表演 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 我觉得只要你还 你还可以走得出去 他并没有什么 生理上的极限 是使得一个钢琴 也许到了七十岁 你也许到了七十几八十岁 你没办法 把钢琴敲得那么响 就是钢琴必须是很多时候 必要用敲的 但实际上钢琴除了敲以外 他还有很多弹出来 很优美的东西 让人家很感动的 在音乐厅 你刚 我们回到最初你说回荡 回荡不一定要用敲的 对不对 回荡有时候是一种 音乐的美是一种回荡 他声音传递出去 他也可以回荡 刚才你前面有提到 十六岁的时候的执法和指力 现在有提到 也许八十岁以后 那种回荡的感觉 反而能够全职出来 好 那你已经过了十六岁 那个阶段 但是迈向八十 那还早得很 现在的你 会是你的演奏的 所有的技巧 智慧成熟度 最好的阶段了吗 我希望不是 我希望还可以再往前走 还可以再去往前走 但是 我现在当然 这真的 我可以 当你走进 走进博物馆去看的话 你的心情 你看话的欣赏 你看你发现话的美 跟发现话 你看不一样话的角度 跟以前不一样 那我想我在感情上 就有办法进步 那同样的道理 当然我在二十年前 我进去 二十几年前 我进去博物馆看话 我是看不懂的 对啊 那就是现在的我一样 那我希望 我希望还不是最好的我 我希望还可以再更好 这我相信 因为 以表演的生涯来讲的话 陈瑞宾现在等于 到了人生 开始进入到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 技巧 成熟 诠释音乐的能量 饱满 然后自己对生命的体悟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然后 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 巡回巡演各周之后 那个累积出来的 充沛的对人生的旅行的 这种各种的经验 大概所有条件都浮臭出一个最好的阶段 要开始了吗 就是说我现在 大概在各方面 心情 身体的状况 手的技术 我有办法弹出 人生心酸 我可以讲这个 我弹出来 以前我是 还没办法到这 但是我希望 我说在信号 更好 就是说 这个人生充满变数的 以后 还有很多东西 你怎么样再有办法再弹出来 那就是 那就是要挑战我自己的功力 好 我们访问的是 钢琴家 陈瑞斌 很多人都形容他 有一个天使般的灵巧的手指 那我们讲再多都没有用 各位应该要听他的演奏 特别是在他的现场 去看他的演奏 所以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 陈瑞斌的演奏的模式 和他的魔力了 很开心 今天我访问到了钢琴家 陈瑞斌 也非常希望 这一小时的访问 让各位能够 对于一个钢琴演奏者的 心路历程 有更深刻的贴近 当然更重要的点是 你要认识这位 台湾的钢琴演奏家 陈瑞斌 谢谢瑞斌 谢谢 谢谢视频大哥 好 五点到七点节目 今天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待会请各位继续收听 由DJ俊昌 为各位主持的 What's up Musi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大国民节目制作人 蓝婉珍 计划制作 邱正豪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What's up Music What's up Music